这排大师马铃和柳成敏谁更强呢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平旁 这是2010年的一场公开赛 由马铃迎战柳成敏 马铃先是一个折牌很打上手 下一榜就强行变了一个直线 柳成敏的防守位还是被压住了 正手的空囊又暴露了出来 他们两个人都是奥运会的单打冠军 马铃先用白短限制了对手的上手 接下来就是一个抢冲直线 马铃以11比6先拿下了手局 柳成敏的这个白短冒了一个小半高 柳成敏的控球技术还是没马铃那么细腻 在他们这种级别的比赛中 发球出台是非常危险的 马铃这个球还是低估了旋转 马铃一个突然性很强的折牌打 马铃的进攻手段更加丰富 柳成敏他是82年的 马铃比他大了两岁 马铃一个连续的正手快带 弱点也是很有讲究 盯住了中路 在正手的相扯中 马铃的弱点节奏变化还是要更多一些 因为柳成敏他是打面打法 他的正手空档就很容易暴露出来 被马铃频频针对 他们两个人的正手能力都是非常的突出 柳成敏的打马技量会更高一些 而马铃的上手弱点能力更强 柳成敏一个漂亮的防守攻得分 对付若孝璇还是很有效的 柳成敏他的打法非常的雄狠 正手的暴虫还有步伐都是他的优势 现在是第三局5比5 遇到了柳成敏 马铃的直拍很打 使用频率还是很高的 一旦出现了这种半机会球 柳成敏几乎是一板过得分 马铃这球押住了对手的防守位 柳成敏的防守式推挡还是比较被动 柳成敏现在还是被马铃控制住了 马铃的各种变化让他很不习惯 在防守位的学现象车 柳成敏的这种空档都很容易暴露出来 这也是打面打法的一个缺点 马铃这球是抖了一个直线 不过柳成敏是早有准备的 马铃的罚球变化还是要更多一些 接下给他的强攻创造了机会 就像这个球柳成敏都找不到上手的机会 马铃的这个很打这两个是下降了 直接被柳成敏防拉了 马铃主动撇了一个长球 柳成敏勉强下手 不过质量不高 一个差别的幸运球 当马铃4比0很少了柳成敏 就会带到我了 我们下来就会变成敏